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我是来自广州的湖南人 我非常喜欢小动物 看这是我家狗狗的照片 我曾经就是因为他和家里人吵架 出走了两年时间 二 我觉得你今天的服装可能有点太随意了 要不要就是重新换一下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因为我平时不喜欢穿衣服 我觉得穿衣服的女生特别的娘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会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是在寻找幸福的路上 充满了荆棘和坎坷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 哎呀 哎呀 我爱心脏皮肤好好 哦哦哦哦 常常跳跳单身一行 哦哦哦 全身体 在稻告 我爱心脏皮肤好好 哦哦哦哦 你 小室好好 多ומ� endless 想从头下 齐心的房子 柔柔柔友 拥感来握握手 想从头下 骑一个扑 柔柔柔柔柔的浴缸 好好做 我比较喜欢声音好听的女生 一般好几期节目都是 只要女生唱歌 我一般都会都会转型 然后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 哈喽大家好 我叫张奥儿 今年21岁来自广州 我待情先言是 若是两情若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期待焦焦睦睦 我不要求你对我做任何浪漫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可以要求我穿裙子 和高跟鞋 你不喜欢穿裙子吗 我不喜欢穿裙子 可是你今天穿的就是 裙裤 1445号今天穿的好像特别帅 张冠胎兄弟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 就穿的比较一致 之前他们好像风格 比如说一个会休闲一点 一个会正式一点 今天两个人都选择了 基本上比较一致的风格 我们是1445 注意力比较明显 想说穿一样的比较明显一点 穿着一样岂不是更不明显了 都分不清了 好了那接下来打开面具 三 二 你好你在边 我不知道你第二个 你名字第二个字怎么念 奥 奥利奥的奥 七号你是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厦门 不是我近视看不太清楚 对我 所以你应该说我看不清 不应该说这个字怎么念 不然的话大家怀疑你跟十一号是一个级别的 有没有想要跟男嘉宾互动的部分呢 有我想请几位男嘉宾上来做一下自己喜欢动物的表情 好 那想找哪几位呢 四号 你这么挑的话是觉得他们长得比较像动物呢 还是说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模仿 还有谁 11号 11号 12号 12号特别逗 跳到11号的时候呢 他信信的看 你看你被挑到了吧 结果立刻就说12号 来那谁先谁先来 第一个 哇 啊 星星 那边有说猴子的哈 所以我觉得你还得配合不仅是脸部 肢体也可以 哇 请问他模仿的是什么 大猩猩吧 大猩猩吧 好 接下来第二个 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 你猜猜看猜猜看 二 你觉得他模仿的是什么 小狗吧 是吗 是小狗哦 哇 你这样都看得出来是小狗 对我完全 我以为是青蛙 我也是 他不是想跳吗 嘿嘿嘿 对而且他的肌肉都那么发达 就比较像挖腿和那个感觉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三个人当中 哪一个嘴巴像人 这什么 这什么 招财猫 这三个人当中做完了之后 哪一个你最有感觉呢 13号 13号在位置上哦 好 我们就认为是13号 OK 好 就是说弄了半天 人家心动的其实坐在下面 好了 谢谢三位 好 我们请13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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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来得太粗人 呃 我像什么动物 猫头鹰 他哪里像猫头鹰啊 因为我感觉他看起来长得应该比较老 我 我完全 我的三观顺势崩溃 因为我不晓得这是 这可能他就是比较喜欢成熟的那种类型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好 没关系的 接下来先选出心动和不心动 好吗 烫 小心是心动 不要刻意把眼神钉在某个人 他们都很狡猾的 好 接下来不心动呢 这个不心动的眼神比较明显 请问你们有自己感觉到的吗 我感觉应该是我旁边的 二号吗 对 我觉得是我旁边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 怪 我不知道呗 他 我一直觉得他在看这边 是他吗 是 这就叫温柔一刀 是我吗 是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的了解一下奥儿 大家好 我叫张奥儿 是出生在广州的湖南内子 对于我来说 穿裙子那件事情 我会觉得很娘 如果不是强制的话 我不会穿裙子上街 平时除了女生都爱着逛街购物以外 我还特别特别喜欢小动物 因为父母都不喜欢动物 曾经还跟他们因为18岁的约定 要吵架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了两年 我现在和我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每天回家就是忙着打理我的小动物 我谈过两次恋爱 这两个男生都知道我和别的女生不太一样 我不喜欢浪漫 就算是一点小惊喜 也不可以接受 我平时的生活中除了小动物还是小动物 所以我要求我的男朋友一定要非常的爱宠物 而且要忍受我每天必须要跑一次宠物店 我喜欢温柔善良同时还爱小动物的双眼皮男生 你是那个他吗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上场就让他们模仿动物了 那是你的最爱 对 来通过这个关键信息来了解一下张奥尔 A出身在广州的湖南人 11岁和父亲生活 父亲比较溺爱自己 认为穿裙子是件很娘的事情 B 外表美洋洋内心红太郎 对于动物完全没控制力 曾经因为动物而离家出走两年时间 我想问一下你离家出走两年时间 你能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我想听一下 因为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小动物 然后呢父母都觉得学业为重 就不可以养宠物去分心 之后呢他们说18岁的时候可以养动物 但是18岁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履行他们的约定 之后我就决定离家出走了 可以因为你是在赌气吗 应该算是吧 很多人呢都好喜欢动物 可是呢跟人际相处 反而没有跟动物呢那么的和谐愉快 譬如说你非常非常爱各种动物对不对 对 可是离家那两年你不会担心父母会很心疼你 或者是很想念你吗 可能那时候特别的叛逆吧 然后不过父母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 问我要不要回家 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狗狗 还是决定和狗狗在外面生活 所以后来父母什么时候才接纳你跟狗狗一块呢 最近 最近啊 所以直到他们愿意接纳狗狗你才回去是吧 哎呦我离他很近 来纸巾小王子呢 你刚刚刚说的这番话就是会把你的眼泪勾出来哦 所以你跟狗狗的感情特别好 而且尤其是父母到现在才接受这件事情 其实也让你又委屈又感动是不是 呃你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到现在开始接受 可能因为他们看我自己在外面特别辛苦 嗯 个人住 而且那里也不是特别安全 所以爸爸妈妈是觉得说 一个连自己都不确定能照顾好的女孩子 怎么再去照顾那么多可爱的小狗狗 是吧 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的狗狗是什么样的狗狗啊 奥尔 贵宾狗 哇 哎你看哦 刚刚还 然后你说什么狗 贵宾狗 对 他只要一提到动物整个人都开心了 有没有 我觉得让他开心很重要吧 我先爸爸妈妈现在应该能理解你 而最关键的其实你要向爸爸妈妈证明说 你不仅可以照顾好自己 更可以照顾好你爱的动物或者是人 或者你现在今天来到这里 可以找到一个男生跟你一起来爱护他们 对吧 对 里面我看到一个东西让我直冒三根冷汗 怎么咯 但是男嘉宾都没有问到 外表美洋洋 内心红太郎 你们要娶个红太郎的太太吗 如果说你的男朋友 你会拿那个拼女过来拍我吗 不会我会用拳头 一定要武力解决问题吗 不是我激动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打人 能不能够让奥尔呢展示一下你的打大概是什么样力度的打 但是克老师以我目测这个状况他就是使尽全身的力气 比如说对于六号杭老师这样的人也不会产生什么感觉 有没有男生赶上来承受看看 他都不喜欢我嘛 我代替所有的男嘉宾上去给他打看看好了 三号三号 三号你真的是适风度啊 可是三号真的不太理解你耶 你已经在精神上受到了侮辱 然后你再还要太 没关系 你知道再受侮辱吗 到土地的时候就是往上爬 也许是一种苦肉气 了解三号来 三号踏着悲壮的步伐 上了舞台 你生气了吗 不生气了可以打 三号是真的疼吗 有 大家有听到声音 有听到 真的有声音 有声音 对 所以你真的觉得还蛮利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场大家都能接受啦 你现在有没有对他有点改观 你看他这么好 有 现在三号再度他的悲壮的步伐 回到座位 就是你认为穿裙子是件很凉的事 可是我觉得就跟你的外形 性格好像你不属于那种很严闷的女生啊 那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子 那只是我的外表 我的内心是比较严闷的 你知道男生做的事情我都比较喜欢 像爬树啊那些 你小时候会在去树上摘水果吗 会 然后摘了之后再从楼上扔下去 哇 你还喜欢做哪些男孩子的事 下河捞鱼吧 打篮球 你打得好吗 不好 你看他就像那只小贵宾狗 可是没有想到你做的事情都是狼狗做的事 就是大型犬类会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你的意思 上树不一定的 上树是猴子嘛 对 所以难怪他不穿裙子 上树确实不不方便嘛 而且下河捞鱼也不方便 那长头发凉不凉 还好 男生也有长头发吗 为什么笑脚走了 不是说录节目的时候不可以上厕所吗 你不要怪他因为他膀胱无力 我不想问的就是说你喜欢任何的动物吗 除了苍蝇 蟑螂 我也不喜欢苍蝇 你喜欢蛇吗 喜欢 因为我之前我也蛮 我也蛮喜欢小动物 我之前小时候有养过就是兔子 养鸭子 养蛇 养狗 养猫 反正我都养 然后有一次我养一只 我们发现在我们在聊这个关于鹦鹉的时候呢 有一个吴力先生回来了 真是 所以莫校长 莫校长 刚刚呢 在我们这么可爱的女主角 正在阐述她个人对于裙子跟裤子的爱好的时候 你突然消失现场 你必须要解释一下 节目之前就水喝多了 然后这个女嘉宾太漂亮了 然后一时就把持不住了 好 那我们再看看R的情感部分了解一下 C 两段恋爱 认为自己在爱情中是小女人 但却不懂得在男友不开心的时候哄她 会将自己每天发生的任何事给男友报备 D 男性朋友占朋友中90% 不介意男友的身边异性朋友多 绝对不让浪漫发生在自己身上 很多女生都喜欢浪漫 为什么你绝对不允许让浪漫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因为一提到浪漫我会起鸡皮疙瘩 我觉得特别恶心 那就是如果你生日的时候男朋友给你惊喜 你会反而不开心吗 会事先跟他说我不喜欢任何惊喜 好了解 请问你怎么界定这个浪漫 你觉得做哪些事情就是浪漫会让你恶心的事情 像送花 你觉得很恶心 很恶心 送任何花都觉得很恶心 那送草呢 还好 各位男生 你们大概对这么可爱的女生 假如她是你的女朋友 能不能试试看 哪些方法 看她会不会觉得恶心 这是我以前试过 就是她生日之前我就准备 然后买了蛋糕 到她楼下去接她 带她去搭地铁 就是反正一路上我都不跟她说要去哪里 我就一路带着她去玩 前一天我把蛋糕已经放在那个餐厅里面 然后我们进去餐厅之后 那些员工就跟她说生日快乐这样子 你觉得恶心吗 不能接受 她的意思是恶心 还有人敢于挑战一下 你们做的事情她不恶心吗 10号 我觉得我做的 应该她也会觉得很恶心吧 13号 我估计你应该不太会是做恶心事情的人吧 我比较喜欢亲手做东西 卡片啊 礼物啊 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小东西 恶心吗 还可以 手工卡片可以是不是 对 因为说如果她不是突然送你一个蛋糕 她突然送你两只仓鼠 这样可以吗 可以 也绝对 那其实我们觉得很浪漫 6号 显然你对于这样子的话题没什么兴趣 就是说 要是我女朋友过生日的话 你会怎么样 不知道是什么风格的女朋友 要是你 如果是她 对 要是你的话可能应该是 先带你的狗狗 我们的狗狗 先带她去洗一个澡 做一个美容 然后 很经意的就是看个电影吃个饭就可以了 这个恶心吗 不恶心 其实只要有诚意的送那也并不代表不浪漫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6号男嘉宾 他是阿拉伯人吗 请问您何以见得李先生是阿拉伯人呢 因为我看他头上戴的那个包的特别的严实 我们倒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有着中国人名字 并且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 并且说着一口流利的标准的普通话的阿拉伯人 6号 6号他很认真的在问你 应该认真回应这个问题 不用回答 我不可能是阿拉伯人 那为什么他不喜欢笑 他不喜欢笑 你看他笑了 你看 不笑了 你看 如果掌声在这里一点 他会笑得更厉害一点 你看 他不是不会笑 他只是笑得比较间歇 你知道吗 他间歇性的笑一下 然后就要休息 我想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占百分之90% 是为什么是环境问题还是工作 因为我的个性就比较特别的男生 然后我会比较喜欢和男生在一起玩 那女生没法相处 我的女生朋友不是特别多 只有百分之10 那你能接受就是年龄比你大的男生吗 可以 大多少 10岁 12岁 那你会介绍给男朋友吗 那些百分之90的男性朋友 会 男朋友应该会全部都认识 其实我觉得奥儿是非常非常直帅 而且真诚的 你喜欢跟动物相处 应该是因为动物没有心机 对不对 他们是非常直帅 而且善良的 对啊 可是我也比较担心 里面有一句话 刚刚男嘉宾们并没有问到是说 你很小女人却不懂得哄男友开心 对吧 其实 并不难 你只要把男人想成是某种动物就好了 我相信对动物你是知道该怎么哄他们的 等一下 嗯 你觉得夏老师想拿一种 直说无仿 夏老师挺得住的 对 草尼玛 什么 草尼玛 什么 因为我真的对动物完全不了解 你说什么 草尼玛 怎么听起来像 像怪话 因为这三个字 有确定不是在骂 不是在骂夏老师吗 是真的那个可爱的草尼玛对不对 对 为什么 长相吗 草尼玛真的很像吗 特别像 我觉得是眼睛的部分对不对 有一种无辜的感觉对不对 我们再看看你觉得一号像哪一种动物 一号 嗯 猴子吧 他叹了一口气说猴子吧 我觉得应该是瞎猜的 我觉得最像的 肯定不是猴子 你觉得你自己最像什么动物 我觉得 嗯 想不要蝴蝶 蝴蝶 我个人认为 这个部分我支持奥尔 还是比较像猴子 你觉得九号像什么动物 莫校长 秘带屋 秘带屋啊 哪一点像秘带屋啊 感觉 秘带屋很就是很娇弱啊很 它有这种感觉吗 我从这里看它的眼睛还蛮无辜的 什么是秘带屋啊 秘带屋是袋鼠的一个种类 小小的很可爱的 但是它主要是在树上的 就是你觉得我像像树上的老鼠呗 可以这么说 好 在你眼里像什么动物 挺像我家那剃了毛的狗狗 而且是阿拉伯种的吧 狗就狗吧 他干嘛还剃了毛的狗 因为他没有头发 他遮起来了啊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呢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挺光的 好啦进入二的 问答 你敢坐过山车吗 敢了 嗯那你会做家务吗 呃比较少 你能接受长痘痘的女生吗 长痘痘 呃可以啊 你介意黑 皮肤黑的女生吗 不介意啊 你不黑啊 哦我很黑 啊是吗 为什么你这么多男性朋友啊 刚刚说过了我的个性比较男生 所以比较喜欢和男生在一起玩 那你跟他们会很亲密吗 不会 那如果我建议你跟他们出去玩呢 呃我会有限制 时间到 哎呀好惊讶哦 你好男嘉宾 你好 想问一下你喜欢小妹妹型的女朋友吗 还还好 你觉得你是大叔吗 某部分是 什么部分呢 呃 心理部分是大叔 好好 好好 好 不好意思 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你可不可以为我留灯呢 因为我很害怕看到失败的那个场景 好 谢谢 哇 号儿你知道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第一次在非常完美的舞台上有女嘉宾 就是以这种方式 来希望男嘉宾最后为他转身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是在想你的那种状态是真的 像我们一开始说那三个表演完动舞之后 你反而对那个最有兴趣呢 还是 你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可以作为你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成为好朋友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问一下刚刚的心动男生要更改吗 不更改 不更改 完美告白为爱转身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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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有请 嗨 我有转过来 因为我有答应过你 我会转过来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说 像你这样的女生很勇敢 那我来到这边 其实我也是希望找我有当初 那个时候的勇敢 去认真的 体会认真的追寻 所以我是来替你加油 我希望你可以成功 可以找到你的真爱 我也希望就算你 真的失败了 可是你也不要放弃 或者是觉得难过 因为你要记住现在你所拥有的 你的这一份勇气跟这一份爱 持续的下去 加油 谢谢 你是一个勇敢的女生 接下来 你要继续把你的勇敢坚持下去 继续告白吗 你要 像谁呢 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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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当我上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比较熟悉 这张快递单 是我在你的留言里 务必让你亲自写上的 这里是你的位置 这里是我家的位置 我们接近的距离 只有短短的十二公里 我在你的淘宝店 买了一套情侣装 我希望可以和我一起唱上这套情侣装 可以吗 我不是一个怎么能接受浪漫的女生 对于浪漫的事情 我也不怎么能做得来 这是我第一次向男生表白 站在这里 只有紧张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穿上这套情侣装 和我一起回广州 想起来 和我一起回家 那套情侣装 那套情侣装 像是那套情侣装 那套情侣装 就是那套情侣装 我以前都是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转折 因为我觉得很伤人 但是今天开场的时候 寇老师说的一句话 有让我觉得 他说爱情就像那个转盘上面 那个行李 你很美好 但是 可能在我看来 你不是我的那一件行李 所以 为了你的幸福 也为了我的幸福 我觉得你可以 继续等 那个可以跟你真正 真正match的人 其实不管今天结果如何 我都想你现场可以为我一起穿上情侣装 如日注定你是我的一半 不乐他人也不喜欢 华年你心中 也能有任意吗 其实注定我是你的一半 等你归来 其他不关 缺乏你 我可以在我身边 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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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心 我来 我去过你 我去过你 你不关心 我去过你 这个时候的奥儿是需要一些安慰和鼓励的 想抱抱你 我觉得他好可爱哦 一起来 先跟康老师抱一抱 然后再跟夏老师抱一抱 他现在好像一直密在我 我是一个小白兔 我也可以抱一下吗 他好可爱哦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次有我们三个人都拥抱的女生 爱情跟动物只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狗狗你把他买回家 他就是你的了 可是爱情呢 对方可以自己决定 他要不要成为你的宠物 或是属于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不能强求 可是呢 刚刚大伟跟你说 你一定会等到那个 他可以做你的宠物 你也可以做他的宠物的那个人 大家都会 他叫来一次哄他安慰他 那我想跟你说 恭喜你 你成为一个女人 加油奥儿 就像爬树一样 别下来我们再爬上去就好了 来讲掌声快送耳儿 大伟来咯 大伟来咯 大伟在这边对 拜拜加油 奥儿加油 再见加油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等待 不是一件我们可以预知的事情 但有的时候等待 它就是爱情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这位女嘉宾 向情康老师深庭告白 我是个旁观者嘛 就突然在哪里打开 是这种地区所处 事后来讲也蛮合理的 对吧 幸好到底发生什么 再次之前 非常完美的舞台 先迎来一位从未见过父亲 却立志开朗的女孩 我是来自台湾的Summer 顺帆英 那我今天呢 是非常非常高兴 可以来到非常完美 那我今天来这边呢 具有一个非常非常终极的目的 就是要替我的宝贝找爸爸 对吧 那来化妆的 哦没有啦 没有啦 这个是我等一下呢 要来变魔术 等一下就是我见证 奇迹的时刻 今天我带着我的秘密武器 我来啦 男士们 你们为我转身吧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Summer 我叫孙小音 我是出生于台湾 我的声音呢 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像一根针一样气 希望这些男士们可以为我转身 好了接下来关于爱情的可以与不可以 我可以为了我的另外一半 放弃我台湾的生活 但是 我有一件事非常在意 希望男生的中文要标准一点 要清晰一点 我非常非常愿意替你生小孩 然后在家照顾你 当你的全职主步 不可以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的身高不太高 所以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不要太矮 他们全都转过来了 现在要不要把面具先打开 好 三 二 一 你个美丽的女孩 你个美丽的女孩 她也有魔术要跟大家来做互动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然后跟我一起完成这个魔术 我需要请一位朋友来帮我的忙 我想请谁呢 我想要请10号男嘉宾 再找一个话筒架来 8号是自动的话筒架 然后你等一下哦 我还需要一位再帮我拿一下这一盒 那你讲小声 大家都很自高奋勇哦 谢谢 请我们男嘉宾把双手借给我 翻过来借给我 对 来挑一只手 选择一只手 给我 好 那这只手就不要了 那就这只手 你现在呢 假装我是面粉 然后这只就是你的手 我现在在你的手臂上用了一些面粉 好 如果呢 你真的想把我捧在手心的话 用力的吹 想办法把面粉吹进去 看我可不可以在你的手心里 哇 好啦 紧张的时候咯 好啦 手打开咯 发面 有没有 三七八 谢谢你 十号你觉得很神奇 对 可以教我一下吗 可以啊 这还需要教我 真会说 这小伙子真会说话 是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出心动和不心动了 好 上前两步 我选10号是最心动的男生 因为我一上台我就觉得 他与众不同 接下来是不心动 眼神不要太明显哦 嗯 嗯 足够迷惑了 你伤害了我 为什么他是变成了不心动 不知道也可能感觉 不太痛掉不太一样 对 他是什么掉掉呢 他是比较可能嘻哈挂的吧 我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会一段片 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我是阿姆尔庆巴云 我 22岁 喜欢挑战 我可以上到14000英尺的高空 去做跳伞 能够向到300米里的海底 可以上一共有 我爸爸是山东人 应该要有一双宽阔的手臂 可以一手把我举起 有慈祥的笑容 可以让我免于受到其他人的欺负 可是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她 是我生命中离不开的主题 我现在一个人流浪 如果我找到你 请你和我一起展开一个 不一样的间隔年旅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通过四个关键的信息点 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从未见过父亲 妈妈经营房地产 但国中时期 经纪 每个月开销在2000元以内 喜欢机械运动 曾跟鲨鱼潜水 喜欢我就要喜欢 国家大力 我家大力 我家大力 喜欢我就要喜欢我家大力 是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 其实呢 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癖好 我非常非常喜欢爬虫类 所以我家有五条的蟒蛇 是我的宝贝 所以大力是蟒蛇的名字 大力是我其中一只蟒蛇的名字 对 它叫大力 其实可能大家对蛇类 或者爬虫类比较不熟悉 其实蛇是非常不需要照顾的动物 它没事就是窝在那里 窝一坨 然后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 除非就是 要进食的时候 可能要喂它一些老鼠啊 兔子啊 它才会有反应 五个粒 每天要吃多少老鼠 老鼠 其实蛇的话呢 它不需要吃太多 它两个礼拜吃一次就够了 那如果大条一点的时候 可能一个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喂它吃一只兔子 或者几只小鸡 或者几只老鼠就可以了 兔子小鸡一般都可以 可以从一些渠道购得 但是老鼠你要去捉吗 老鼠有专门 也有在鼠肠繁殖 对对对 所以其实都蛮方便的 各位男嘉宾们都可以接受 跟蟒蛇共用 不是你应该这么想 就是哪一天你睡觉半夜 突然手一摸 有一种狮黄 蠕动的东西突然出现 你枕边或者是你脚底 我觉得生活在这种家庭里 会有危险 我没有养毒蛇 所以没有危险 就是蟒蛇 它是给你活吞了 就是比有毒还要残忍 而且给你吞一只之后 你当时死不了 那过一段时间才能死 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还不如有毒的 九二号你是之前我们享受的童话故事看多了吧 就蛇一吞 进入蛇的肚子 可是会不会伤到 完全没有可能性会伤到 还是有一点点危险性的 还是有一点点 因为听说蛇养十年好像会吃主人 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养这么久 不是等一下 你好像听起来在讲笑话一点 不是担心 不是 他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 对啊 听说蛇养十年之后会吃主人 但是我还不知道 如果你以后的男朋友怕蛇的话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那么喜欢蛇 我必须要知道他到底是多怕 他是连听到他的名字都不行 还是看到他的样子都不行 还是说你可以不要有肢体接触就好 就只是不要有肢体接触 那应该还OK啊 因为像是如果说平常的话 我可以自己玩他 你只要不要去害怕他 不要去抗拒他都还OK 对 那男朋友他不怕蛇 那他家人怕蛇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家人怕蛇 好吧那就是在男朋友的家人来的时候 赶快把蛇藏起来 藏起来 不让他看到对不对 对不让他看到 对 那个我想问一下 你妈妈做房地产 然后你国中的时候经济就独立了 因为我比较小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关系 所以我是跟我妈妈一起生活 所以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有开始在打工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开始 自己赚学费 自己赚生活费 所以从国中开始 我就没有再跟家里拿过任何一毛钱 对 那你每个月开销只在两千块之类 是 好像很少 因为其实我平常的生活还蛮单纯的 就是平常就是上课 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 我平常除了上课以外呢 就是如果有工作就去打工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回家 我不太乱跑 我不太买奢侈品 我不乱花钱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要自己懂得存钱 要懂得积蓄 对啊不然未来比较没有保障 我们直接了解亲爱不可 曾经为男友放弃澳洲学业 苦等一年没有守到男友回头 曾为男友写一本书 记录两人的爱情 希望对方有勇气放弃现在的生活 离开家人和朋友 陪我去旅行一年 你会不会是一个害怕失去的人 现在 现在 其实在去澳洲之前 我是一个很害怕失去的人 但是在自从我去澳洲之后 我就是也看了比较多的东西 然后也了解了比较多的事物之后 我发现 其实我一开始是害怕失去我自己 然后我出国是为了找到我自己 然后我也找到我自己了 那现在你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的自己是怎么样子 就是比较懂得爱自己 因为我以前是不懂得跟自己相处的人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过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搭车 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一个人 所以我就很心地把自己丢到国外 一个人住 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煮饭 一个人上学 你说你曾经为你前男友写一本 记录爱情的书 那如果你的现任男友看到 你不怕他吃醋吗 我是觉得如果现任的男友看到会吃醋的话 那代表他也不太成熟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那我不可能为了你现在出现 所以把我的过去统统抛弃 那统统都是我很多美好快乐难过的回忆 对那都是我自己的 如果说今天你看到你的男朋友 然后曾经帮你前 帮他前女友写过一本书的话 那你是怎么感受 因为他已经做了这个事 他已经写了 所以你也不能说 你怎么会去写这本书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然你把它烧了 你把它回了 但是我觉得那毕竟那是他的回忆 我不能去干涉他 因为那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你讲这么多也是发生过了 对啊 那如果说里面有什么照片 什么一些亲密的照片 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以前的回忆吧 如果他愿意 你的母亲 对于你感情方面的事情 会给你一些建议啊 或者是聊一聊有关的事情 他的态度大概是什么样子 他的态度会比较悲观一点 因为毕竟自己有失败过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 跟我们的相处模式 不应该是自怨自爱 我们要懂得更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是 凡英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 对 因为其实我父亲 他是一个生活比较 丰富的人应该怎么说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 在我出生的时候 我一直都没有看过他 因为他已经消失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 然后在这段日子里面都是我的妈妈在照顾我 所以我才会变得比较 想要积极一点 想要独立一点 想要承受一点这样子 布婷现在肯定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对 但是你跟妈妈都不知道他在哪 我跟妈妈都不知道他在哪 而且他就是他除了没有照顾我还有我的家人以外 他也对于其他的小孩子也没有在照顾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些做法 你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吗 不是我们家的 他自己其他的小孩子 对 了解 据我所知 是吗 有一些 但是那你跟父亲的其他的孩子有联络吗 有看过一个姐姐 我们总共有七个女儿都没有被他养过 那我想问七个女儿也有七个妈妈吗 他们来自我们家有两个 然后其他的来自三个家庭 所以有四个家庭总共七个小孩 所以一共有四个妈妈 四个妈妈 那这个爸爸一个妈妈和妈妈的孩子都没有养过 都没有养过 而且这四个妈妈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个爸爸现在在哪里 都不知道 这所有的你们在成长出生的整个过程都没有跟你们联络过 没有 他都没有参与 这个爸爸真的太神奇了 妈妈从来没有说过爸爸的坏话 妈妈只有说 我可以照顾你们 我就照顾你们 然后爸爸的事 那是我们的事 其实也没有很严重 就是爸爸不懂事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含糊的带过 他可能也是怕就是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如果很偶然的 做了一个梦 突然看见你曾经的父亲 然后这个时候你他跟你擦肩而过的时候 你幻想一下 必然也很想啊 你会去做什么样的一些举动啊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其实这个有另外一个秘密 就是其实有一次我在我的之前打工的地方附近的自助餐 然后去买东西吃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我妈给我唯一那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个男人 他坐在餐厅吃饭 跟另外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 可能是朋友 也可能我认错了 那根本不是我爸爸 可是因为真的很像 那时候其实我看到当下我有点错愕 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上前去打招呼 还是说我赶快离开 最后我在那边其实就有点呆掉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我索性我拿出我的手机 对他狂拍了几张照 然后很快地离开那里 如果那一刻你不是只是拍照 如果你真的到他面前 你会说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可能会过去跟他打声招呼 我一定会试探性地问他 我说你好像我一个朋友 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人 对 不管他说什么我一定马上离开 假设今天如果真的是你碰到爸爸 而且也确定是他 就真的是那个照片上的男人 你有机会可以对他讲几句话的话 你愿意对着镜头说出来吗 我给一点点时间你想一下 谢谢你让我有生命 然后让我可以体验我的这么多东西 可是一个人要懂得学会 怎么去成熟 怎么去为自己做的行为负一点责任 不要再逃避了 对如果有看到的话 我希望可以为你曾经爱过的女人做一点什么吧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 很客观的表述 但是我觉得你在说第一句话那两句的时候 你的头当时是这样 你是有一些不懈或者不经意的 可是你越说头越低 直到刚刚你在看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是有液体在你的眼睛里的 你也不能去讲人家什么啊 毕竟那也不是我的事情 是 对啊 我有妈妈很好 我相信白云星里面对一个男人的不负责任是排斥的 因为你刚刚特别强调负责任 可是在第一的这一点 你又希望你未来的男友是有勇气 放下一切跟你去旅行 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一定有各自自己的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愿意为了我 愿意放下你身边所有所有的一切 不顾一切的跟我去的话 那我相信你对我是非常非常有信仰的 我觉得呢这是一种投射 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是爸爸有多好 人放下现在所有的一切 陪我吃个饭 陪我一个月 其实如果获到这种爱 那你小时候那份缺失爱 或许就得到一点点的安慰跟满足 纸巾小王子 谢谢纸巾小王子 你跟我一模一样 我也是还没有出生爸爸的走了 从刚才一直开始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我跟你走的是两个方向 我从小我特别恨这个人 然后我有一次机会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要上大学 我妈拿不出学费 她找到了我爸爸 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了她一面 我见她 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我做了第一件事情 我挥了她一圈 我从你身上看到的是 更多的是看开 更多的是成熟 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冲动 然后就是仇恨 但现在觉得蛮后悔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件事情最大的错误 是伤害到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跟你妈妈一样 她从来没有怨恨我爸爸 我很尊敬你 甚至我可以说我很崇拜你 如果我前几年 提前几年 我遇到你的话 我会比我现在 成熟得更糟 所以你很棒 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 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 最深的痛 其实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用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四号以及凡英的妈妈 以及各位像她们一样 有着同样经历的伟大的女性们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 男人们都能够有负责任的态度 好 进入凡英私密文档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哪里人 厦门 厦门人 那你可以告诉我 台湾跟厦门的十个联系 有什么吗 我觉得厦门跟台湾风俗习惯一样 天气一样 嗯 饮食习惯一样 嗯 呃 交通也很方便 嗯 然后 呃 你 你和我 时间到 谢谢 你还想请问一下你是哪里人 四川人成都人四川人成都那如果 嗯 你的女朋友跟你不是在同一个地区的话 你有想过要怎么办吗 你要怎么交往 呃 我可以让他到我这边来 我也可以为他到他那边去 放下一切 对 好 时间到 接下来我问问你 要不要更改心动男生呢 嗯 不要 先来看看男生们的态度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我 不 我 你 我 不 欢迎10号 吴威托 刚才你问我说 厦门与台湾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其实我是想说 厦门与台湾只是一海之隔 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联系 我希望是我与你的联系 就是爱你爱你 有病不幸 有你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很多人在对待幸福的时候 都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都会看着远处的 然后忽视了身边的幸福 但是你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的幸福就在我身边 很多人都会问我 之前都会问我说 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的回答只是说 喜欢有感觉的女孩子 但是 在问到我说 喜欢什么感觉的女孩子的时候 我都说不出来 因为那种感觉好像很难用言语来表达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现在在问我 喜欢什么样感觉的女孩子 我会指着你说 就这样 这种感觉的女孩子 之前一句我爱你 没人情不告诉你 想要照顾你 好好照顾你 我想说 我喜欢你 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这个是我家人送给我的一个戒指 然后是定做的 这边有后面有一个我 名字的首个字母 W5 我想把它送给你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接受 哇 恭喜 想要帮我们的这一位呢 10号的帅哥问一下 你刚刚说你其实是不太那么能接受蛇的对吧 现在不是问题了 现在不是问题 可以把它单独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养 对没问题的 如果真的相爱 有什么问题是克服不了的呢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祝福吴维托和凡衣 哇 真捨不得你们呢 好了 祝你们幸福 同时代送上节目组的祝福 就可以获得 因为会往轻轻赞助的祝福南网行公司保留者伦敦的网友本 其他两张 拜托 拜拜 祝贺你们 加油 呃 感谢非常完美让我们相遇 赞 也非常感谢 非常完美 还像我们这么棒的李飞耶 赞 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上海的职场遇见李兰 我叫李兰职场遇见 为了理想狂野 这次来是为了特别的一个人嘉宾来的 因为你在这里 所以我来了 有几几几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兰 蓝色的蓝 有蓝天有白云的地方 就问我哦 我来自上海 我的爱情渲染是人对了 一切都对了 你可以以事业为重 忙的时候不接我的电话 但有空了 记得给我回个消息 因为我会担心你 你可以不陪我逛街 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饮茶 因为我想把我最喜欢的东西 与你一起分享 那你现在要不要打开面具呢 好 可以啊 3 2 1 很有气质的一个女生 大家看见我会觉得啊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女生 是一个欲解型的 能不能请两位男嘉宾跟我互动一下 是不是他们能让我变得很小女人呢 第一号首先举手了 还想找哪位 还有一号 我就说我告诉你 我们分手吧 然后你会怎么办 对不起老婆 我知道我错了 可能那时候喝的有点多 然后做了一些 可能你觉得违背你原则的一些事情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确定要分手吗 那可以最后握一次手 手痛吗 有点 你也知道分手会痛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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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也变成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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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中文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但是我其实想 这种感觉和这种感觉 哪一种更让你觉得 让你更变成小女人呢 我觉得两个都会 让男人更强 对对对对 懂了 接下来呢 奶奶先给他们选择 心动和不心动 他们 aired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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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 我爱你 我爱你 她转身 但是 她为什么要拒绝 11号的告白 进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还有一个不行动 那个不喜欢的那个 怎么就又中招了呢 其实很多时候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不喜欢也没理由 对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莱莱 莱姐早 直接早 我是直上预警 为了理想黄远 太差了 然后去重庆县 不愿随意低头 犯得起过的 辞职工作 我想辞职 说是一段时间 旅行沉淀自我 品茶 感受生活 爱情擦肩而过 生活不过如此 我叫李兰 我的故事也许就是你的故事 我们再通过四个关键的信息点 来了解一下 兰兰 A 市场部经理 职场预解 语速极快 因为一张50元的充值卡 换得一分兼职的工作 并朋友中的大姐大身边有一群单身的大龄姐妹桃 我想知道 因为50元的充值卡换得兼职工作的这个故事 其实这样子的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加勒夫打过宫 一个老外 他买了一张100块的充值卡 然后别人给他50块 他来服务台 我帮他解决了问题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女生还不错 挺能交流的 然后英文也不错 然后他就说 要不你来给我工作吧 就是你算是女强人吗 那你对男生的 8号你知道吗 女强人姐姐 一般都蛮介意说自己是女强人 所以8号你要变换一下 你问问题的方式吗 后来 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女性 你介意男方的 她的工作情况 或者她的未来的发展 那些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 或男人的话 我觉得前景很重要 现在相对来说 收入不是那么高 我倒不是很介意 听说编导还给我们行资说 在拍这个 譬如说你的剪戒短片的时候 你管挺多事是吧 对 包括什么摄像大哥 要不要坐着啦 摄像大哥在拍的时候 他说 大哥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 要不直接坐下来 我来听听看 李总是怎么说的 当时你是怎么跟编导 管了哪些事呢 因为我是觉得 他们挺辛苦的 就是因为 我们拍了两天嘛 一个上午 一个下午 然后我觉得变得好辛苦 然后完全没有吃饭 然后又赶着去下一场 是 然后她跟我说 哎 我说你们住哪里啊 她就跟我说 上海说了一个 快捷酒店 后来我就想 哎 不能这样吗 我们可以就找一些 新的酒店啊 谈一些合作啊 我说你们下次来 这边就可以住得 舒服一点啊 我说如果不是 旅游忘记的话 这完全是可以的 您能帮我们 做这件事情吗 可以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那大概价格 会在什么样区间之内呢 嗯 现在我还不知道 那你能赞助这部分吗 我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 我们来看看 她的情感部分 C 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 大自己17岁的 成功男士 D 非常看重男人 是否有礼貌 在吵架时 最讨厌两种人 一是顶嘴的 一是 不说话的 第一个男朋友 是很成功的一个男生 这两个男朋友 你会做个比较吗 我觉得不会啊 那如果说你男朋友 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是很有礼貌 也很尊重女生 就是像上面 条件的话 你愿意接受吗 你知道吗 其实对女生来说 无论她是萝莉 还是说她是郁杰 但大家都想找一个 你跟她在一起 就是在每个 需要她的时候 她都会出现 其实我第二个男朋友 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忙 我曾经很感动 是说 她有一天 她下班 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 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后来我跟她说 我想吃 大家上海朋友 应该知道 有个叫小黑豪情的 因为她长期要排队嘛 然后她非常体贴 她就打一个车 签到餐馆 去拿了那个 等微的劝 然后再过来接我 那我就觉得 哇 这个男生好体贴哦 因为你跟她在一起 不是说因为她有多少钱 而是 你真的感受到 我们在一起了 谢谢 你既然吵架的时候 不喜欢顶嘴 又不喜欢不说话 那你是不是选那种说 一吵架你就说 不好意思我错了 我原谅我 这种男生呢 其实 我觉得答案 已经很明确了 因为刚刚 我已经邀请了 两位男嘉宾 我们就是在演 我们如果发生 不开心的状况 不好意思我错过了 那你 那你真的好可惜 现在后悔的又转过来吧 你好记重 我已经忘记了 他那时候一直 一直背那种没看到 是吧 对对对 你刚刚在跟 每一个男嘉宾 对话的过程呢 其实也都是一种 你个性的展现 就是刚刚的 包括你跟这个大熊的 直接了当的往来 抱歉那你错过了 那是你平常跟男友 相处的模式吗 对啊 因为我性格 相对来说 会比较直接 你真没办法撒娇 对不对 你会吗 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换一个夏老师 好不好 让夏老师来 你跟夏老师 撒撒娇的感觉 怎么样 好不好 夏老师来 夏老师你点头 也点得太过真诚了吧 夏老师 这好惊奇一点 陈一我觉得 这不太合适吧 对你不懂 你应该让我再邀请 我遇到郁姐 我赶快 出师的 我不敢说 那我是要装 爷们还是我要装 萝莉 你平常是爷们 还是萝莉呢 你诚实一点 夏老师 我今天穿着高跟鞋 叫夏老师 像外人一样 那我应该叫 叫东豪 东豪 或者是小豪豪 对对 小豪豪也可以 小豪豪 对不对 他是爷们 你罗豪哥 豪哥 什么事 对啊 我今天穿鞋好累哦 你能不能背我一下 或者我们换双鞋也可以 那你把鞋脱掉就可以 可不可以帮我帮你拎啊 对啊 你愿不帮我拎鞋啊 对啊 哇太好了 那你就自己脱吧 哎呀 你可不可以帮我脱一下呢 我穿裙子好不方便哦 好 我觉得他有到位了 大老师你就不要那么多话 就赶紧帮他脱鞋就对了啦 可以可以 可以我我比较不舍得你 嗯可以可以 你想夏老师对吧 这么帅这么帅的一个男生 然后在台上跟女生拖鞋实在不太好 我先来问一下男生 莫校长他刚刚那样算撒娇吗 应该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 哎哎 我们可不可以请9号来 给我们表现一下 怎样才是撒娇呢 因为他说只有一点点 哦 哎要不你跟夏老师来一次 莫校长 好吧你做错事你就撒个娇要我原谅你吧 好多我错了 好多 原谅我吧 你又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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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我也原谅过你了 最后一次吗 你上次也说最后一次啊 你最后最后一次啊 我每次都相信你就 每次都伤害到我 你再相信我最后最后一次吧 不行 我不能再相信你 怎么办 好 我原谅你啊 好 我原谅你啊 我们给夏老师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 情感嘉宾示范 非常好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进入蓝蓝四面的 哈喽 你好 嗨 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 你今年有没有什么愿望 今天有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喜欢的女生 我 我要问你说你喜欢我这样的男生吗 我觉得你很帅 OK 我忘了 我下一个问题 我看起来太开心了 我好喜欢你的笑容 我发现喜好脸都红了 只是我觉得奇怪的就是 以他这种级别的帅哥 难道听你很帅这样的话 不是应该听到耳朵齐俭了吗 不一样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男生先做出决定的时候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你好 illes 告诉她 你好吗 呗我们的优惠 reiben 要说 女生的時候就好緊張 然後因為十一後一會人光嘛 那笑起來非常燦爛 然後就覺得 哇 原來 謝謝 因為我覺得 他們說 一個認真的男生 是最帥的 但是我認為 一個很認真的女生是非常性感 而且我認為 你剛剛在做這個 小小的殺小的demo 我覺得非常 也很性感這一面 我覺得我很願意跟你努力 因為我現在其實我在人生中 在可能在工作方面 我也非常非常的迷失 然後我希望可以有一個人 可以跟我一起一起衝 其實我真的還是蠻喜歡你的 但是我今天是為了一個男嘉賓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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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 好 我的錯 不要 我沒有聽錯吧 熱烈掌聲歡迎我們66號男嘉賓 好 好 一下 荊豺加油 夏老師等幸福音�무很久了 是 小郎 夏老师,你知不知道其实我见过你 其实我是做吉列的嘛 我们那时候要求你做过一场media gathering 是的,我记得 我还记得你讲得很清楚水分子的故事 然后你还跟我们表演了催眠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在这边见到你 所以我就鼓足勇气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男生表白 然后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送茶给你是因为 我想把我最喜欢的东西跟你分享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是 私房探配乌龙 因为私想 我可以在你分享或者他们说这个告白环节之前 我可以在之前先给你个拥抱吗 我真的是为你为我站上这舞台 那份感动我有收到 所以我很想跟现在你拥抱 可以吗 可以吗 刚讲到因为这款茶很特别嘛 叫私房探配乌龙 因为其实最特别的是这两个字 私房 因为老公是自己的 所以我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亲自为你泡茶 然后和你一同饮茶 一同分享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光 我觉得我应该比男嘉宾更正经 因为他们在下面看 至少他们都已经知道说 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为我而来 身为一个心理嘉宾 因为我在旁边看他们就像个看戏的 那我在下面曾经演练过好几次说 哎呀他也太不会说了 这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我想说如果换做是我 我一定会说得比他们更好 或者是更直接 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好像 跟他们也差不多 我在下面有时候觉得说 他们说他们之前说的话 太多了 就干脆一点比较好 请走 你们要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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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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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老師 其實我今天來這裡 並不是說我們 到台上去我們就是男女朋友了 我就是覺得有一個機會 然後其實對我們彼此 都是一個機會 既然我們有緣分在這裡 為什麼不給彼此一個機會呢 其實我在這裡久久說不出話來 是因為 就是真的太突然 然後呢 裡面其實有一份 其實有一份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 蠻享受這份 開心跟 你的這份真誠的愛 所以我有點 是蠻沉浸在這種 感覺裡面 我覺得很溫暖很舒服 也很開心 其實我想說這感覺真好 如果這個感覺是來自於 我第一眼就看中的那女孩子的話 我相信 我現在可能 也會開心的受不了 其實可能對你沒有一見中心的感覺 所以我還是 所以我還是 嗯 就像你說的 就做朋友 因為 你說不如給一次機會 但是我們這舞台上 這個機會 不是只是做朋友的機會 這裡牽手的意味著是 不只是做朋友 可能是更一份 嚴肅認真地去得來這份 感情 而我覺得 這份男女之間的感覺 這一份 我心中沒有那個激動 可是有感動 我希望能把這份感動 我希望能把這份感動 延續到我們的友誼裡面 可以嗎 可以 像老師希望你有時間 在上海我們可以約的 一起同飲茶 可以啊 謝謝你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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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再可怕 我總是 我所愛的 其實你剛剛 也真的不算驚喜 你超級囉嗦的啊 我說過 我終於理解 他們為你怎麼會那麼囉嗦 而且 李夏老師 我可以點評你一下嗎 你剛剛講的話 真的很讓女生火大 李蘭 我可以抖膽 幫你揍他一拳嗎 李總 你誠實說 嗯 你剛剛在聽他回答的時候 沒有一點點覺得 這男人講話真的 不怎麼樣嗎 傷人嗎 嗯 其實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啊 但我必須要為夏老師說一句話 其實 夏東老師先生真的是一個心思純淨單純的人 或者說其實是一個大男孩 所以他剛剛在現場真的不是傷害你的 其實他就是 其實他很老實啦 其實夏老師雖然有俊俏帥氣的外星 但他真一點都不是那種會玩玩感情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老實的人 所以其實我現在有一個很熱切的心願 我覺得在非常完美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找到幸福 其實我現在就等著看陳怡跟夏東豪 什麼時候可以遇到你們的幸福 我還在排隊了 好的 那再次用掌聲來祝福 特別優秀的女生裡了 這是幫我送你下去 哇哦 把你緊緊抱在胸懷 這句若要分開 別為難過明白 有朋友跑過彼此兩岸 我還是會有點小小難過啦 但是從內心來想我也更難夠理解 希望夏老師以後能找到她對的另一半